凌晨4点钟,日本的驻地市场已经灯火通明 这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鱼市场 即将要上演每日一度的重头戏 批发商和中间商们 头戴贴有编号、名字的帽子 作为竞拍场的入场券 而他们要拍卖的主角是 金枪鱼 顶级的寿司主料 我国香港一般叫吞拿鱼 日本更喜欢叫鲍鱼 拍卖的每条鱼身上都贴着 产地、重量、捕获方式等标签 在正式竞价前 买主们就开始用手电筒和手钩 逐一翻看确认金枪鱼的质量 开始竞价的铃声咬响后 拍卖员喊出鱼的编号 买主匕首师示意 一来一往 平均6秒就能成交一条鱼 近年驻地市场拍卖的蓝旗金枪鱼 甚至能卖到上亿日元 但过去 日本人其实并不待见金枪鱼 日本的古今料理吉利就写着 鲑鱼、鉴鱼也不共品尝 受礼伯文化的影响 他们喜好口味清淡的鲦鱼、鲶鱼之类的白生鱼 认为味道浓郁的红生鱼 吃多了会让人身心晦拙 金枪鱼那是肥厚的脂肪 现在有多让韬客去之弱物 当时就有多招人嫌恶 研究江户文化的学者 三田春鸢鱼也指出 旧时鲑鱼是和南瓜、地瓜 一个level的食物 平民都觉得吃了很丢脸 再后来,同为红生鱼的鲸鱼 作为最受欢迎的出物 被金枪抢购 鲑鱼蹭到了一点热度 加上印记大丰收 日本桥鱼河岸市场附近的露天寿司店 开始尝试用它来做刺身 但这时 他还是没有资格进入高级料亭 金枪鱼变得如此金贵 距今不过几十年的事 二战之后 日本人自觉体质雷弱 于是开始效仿美国饮食 逐渐接受并喜欢上了牛肉等红肉 发现了金枪鱼油脂风鱼的妙处 再加上远洋捕捞技术 超低温冷冻技术 和航空运输液的发展 让金枪鱼这种基红蛋白含量较高 极易腐败变质的鱼类 能够更好地保持风味 金枪鱼才从昔日的下等鱼 一路晋级 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寿司主料 现在日本每年要消耗 全球约五分之一的金枪鱼 在狭义的概念里 金枪鱼指的是青蛤金枪鱼竹 金枪鱼鼠的鱼类 其中包含大名鼎鼎的三种蓝旗金枪鱼 太平洋蓝旗金枪鱼 大西洋蓝旗金枪鱼 和南方蓝旗金枪鱼 以及黄旗金枪鱼 大木金枪鱼 长旗金枪鱼 黑旗金枪鱼 和长卫金枪鱼 共计8种 而广义的金枪鱼 则包含整个金枪鱼竹 及胡尖竹的9属 24种鱼类 所以市场上常见的金枪鱼罐头 虽然大部分都是用监鱼做的 但也算是堂堂正正了 金枪鱼是回忧性鱼类 每天最多可以游200多公里 在长距离游动的情况下 不仅能保持60-80千米每小时的高速 爆发力还很强 顺时速度有时可达160千米每小时 比猎豹还要快不少 这归因于他特殊的身体构造 他的体型像个纺锤 胸棋和背棋这些身外之物 只有需要转向的时候 才打开来用用 全速前进时 就默念 我是纺锤 我是纺锤 把他们揍进身上的棋收纳凹痕里 鳞片也已退化成小圆鳞 鱼体表面光滑 平整 能够最大程度对抗水中的阻力 插状或星月形的尾棋 能获得更大的推进力 尾部的两排游里小棋 还能够减少涡流产生的阻力 全都是海区田径赛的顶配装备 更神奇的在于 绝大多数的鱼类是冷血的 而金枪鱼却是热血的 体温比水温高出不少 它独特的体温调节方式 使它室温性很强 活动范围广泛 但当金枪鱼被捕后 会拼热命地持续挣扎 这时调节体温的机制就会失控 鱼体中心温度迅速升高 乳酸大量堆积 诸如金枪鱼冰死的恐惧和怨念 出现我烧我自己的情况 这个现象也被叫做焚身 轻者鱼肉中的酸味增加 不能做刺身用 种者肉质变色明显 出现血栓样的斑块 甚至没办法食用 前面说到金枪鱼走红 也不过几十年 但也就是几十年间 空前的金枪鱼消费量 已经让许多种类 尤其是蓝旗金枪鱼资源量告急 野生资源供不应求 现在拍卖场上 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金枪鱼是续养的 续养 也就是指在海里捕捞幼小 或瘦弱的金枪鱼个体 进行员工喂养 但续养并不能缓解资源压力 反而会让野外的种群恢复更加困难 2002年 日本晶基大学 突破了蓝旗金枪鱼员工育苗 开始完全养殖 但成活率低 养殖成本高 仅有1%的鱼苗 能最终长成商品规格 所以想要通过养殖 来满足套困们对金枪鱼的口腹之欲 还是得走很长的路呢 喜欢我们的视频就请来个三连吧 下期见